如果老师是第一次打开,应该会看到一个精灵 就是这里有自动设定精灵 我先停止虚拟摄影机一下 这里,自动设定精灵,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有的可能是因为老师装的时候已经跳过了 那这里就是他目前的三个功能 诶,老师我们这样已经在虚拟摄影机,这样上课可以吗? 就是你如果是为了串流,也就是你要当YouTuber的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串流为主的 那么以我们现在教学来讲,我们当然是以录影为主 我们就选择第二个 那或者是说,我只想要把它当虚拟相机,像我刚刚讲的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背景把它去掉了 那我们来这边这样做处理 那这个就是要虚拟相机 所以老师您在这边可以选择第二个 那么如果你刚刚没有选,其实也没有关系 您可以从哪边?可以从工具这边再找到它 工具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叫自动设定精灵 就可以重新把它叫出来,工具那里 那第二个呢,他要问你一件事情 诶,请问你要录影的解析度是录多少 原则上主要就是两个解析度 1920,1080,或者是1280x720 因为我们在YouTube上也是看到这个 那么这个影格率大概就不用特别选 原则上能够到30就不错了 远距要达到60是有困难的 主要是30,主要是30 这样OK,所以如果说您刚刚没有看到这个的 您现在就是到工具里面的自动设定精灵 就可以找到它 好 现在我们来找看看背景 我先跟各位一样都已经是空白了 那其实我们左手边这里 您看到这个左手边这边 这个叫场景对不对 老师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不同的教室 或者是不同的节目啦 比如说我有一间教室 我是教数学 可能这间是数学教室 教国文,我是国文教室 那每个人的准备的教材不一样嘛 那一进来都黑黑的,没关系 因为你就是要准备 你这个场景里面的那些道具 就在右手边叫做来源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您可以从这边在我们的简报 简报刚刚第7页那里 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虚拟证本相关练习素材吗 您把这个网址打开 好,您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就会进到这边 这一个云端硬点 那各位看到的应该是 这一种检视的模式 有没有 我里面呢,有准备了一些背景图 您可以从这边去找 可以从这里找到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准备自己的 看你要用哪一张都可以 那我们的应该会是在第一个啦 如果有排序的话应该是第一个 那你滑过去之后上面就有一个下载的 那个,好,下载的 那你下载好了之后呢,您只需要 用拖一的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您看像这样,在这边 我就按着它 如果呢,你同步有打开 同步有打开 你可以这样子按着它直接进来 那么如果你已经放到最大 这样我是不是又看不到 我必须要先缩小 那没有关系 您看哦,我按着它 拉拉拉拉拉,拉到最下面 但是滑鼠不能放开哦 等到应用程式打开了 我滑鼠再拉到最上面这里 才放开 这样是不是又进来了 其他的素材都一样 您的影片 您的图片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来 如果老师的没有笔电 没关系哦 我们在这边 有帮大家准备 您回到外面虚拟背景的这里面 我有准备蓝绿幕影片有没有 从这个地方您点进来 有一些蓝绿幕影片您可以使用 包括这个 这两位同学我每次都要跟他抱歉一下 因为上过一次就永远上下去 哈哈哈哈 好,来 那我可以把它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 好,那像今天稍微比较热一点嘛 你也可以用这个烟雾啊 或者你要瀑布也可以 按右键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都OK 那好了之后 用一样刚刚的方法 找到它 找到那个影片 我看一下在哪里 好,我现在找到的 刚没有把它存起来 这里是不是有两个了 对不对 那使用方式都一样 按着它 拉拉拉拉拉 把它丢到这边 再拉上来 有没有就进来了 嘿,你就可以进来了 所以 我如果把这个 我也放一个在上面 我也放一个 放一个 拉进来 丢进来 这样就进来了 所以老师您先找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看 怎么做蓝绿木的去备 这个影片呢 我们预设的话 它是只播放一次 所以如果你播完了一次 你会发现 它马上就消失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是影片档案的话 麻烦你看一下这里 你看我点到影片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有一个 它播放的位置 然后你点到前面这边 有一个叫属性 好 影片的这个属性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循环 你把它勾起来 这样影片呢 就会不断的播放 这个是OBS 使用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的 因为它预设 影片只播放一次 所以一定要点到属性这边 勾一下循环 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做蓝绿木的去备哦 即使你是这种影片的一样 点到它 我们在OBS里面有选到的时候 它会变成外框是红色的 如果你只是滑过去 你看我滑过去 没有点到它 有没有发现外框是蓝色的 不一样齁 点到的就是你现在选到的 所以也可以从下面这里看到 你到底选到哪一个 好 那我现在选到它之后呢 下面这边有个叫濾镜 你把它打开 按下去 打开之后 我们需要用到的 是在特效濾镜这里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老师您是笔记型电脑 可能这个画面 会撑的比较大 所以你可能必须要 把这个对要方块 要稍微缩小一点 才看得到 好 我们要用的是特效濾镜这边 特效濾镜里面的加号 倒数第四个 从下面算上来 第四个 色度键 色度键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就这个濾镜一个名称 按下去就好了 它就会进到我们 这个色度键里面的设定参数 那我通常都会把它拉到旁边 因为我可以及时看到 染绿木去背的什么 结果 所以有没有这样烟就进去了 但是 这样烟进去我还不是很满意哦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烟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点绿绿的 有没有 我请它把它苦一点点 来 有没有发现 这个烟还有一点绿绿的 那怎么办呢 因为烟就要白白的 所以我们刚刚 这三个里面 哪一个是 跟 摄像有 那个保和度有关系的 第三个对不对 颜色的什么 建设溢出 建设溢出 所以如果说 您觉得 这样有点绿绿的 不满意 我就把它往右边调整 来我让它再回播一下 往右边往右边 有没有觉得 烟会变比较白一点 有没有感觉的 烟是比较白的 像这样 咳咳咳 这个要自己演 没办法 拍片的时候不能这样 对不对 这样没办法演出嘛 所以烟奶的要自己 咳咳咳 遮住一下 哈哈哈 对不对 所以 你看 藍迪木的影片 我们可以这样用啊 那你的教学现场 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只是说 你需要 去 稍微搭配一下 你 把你的 教室 虚拟的背景 做好 那不见得 一定要像我这样 用3D的做一个 你找一张 一般的照片 事实上也很OK啊 那就等同 我把你的实际背景把它换掉了 这样 老师对于 怎么做 蓝绿木去背 有没有点概念呢 好 所以你要找的是 特效率计里面的倒数 第四个 色度件 谢谢 谢谢 谢谢